Honalua 上一集跟大家分享了我們去Hawaii所住的酒店 也跟大家介紹了我們去吃超高人氣的烏冬和咖啡店 之後我們去了Honalulu的動物園 也吃了超推薦大家去吃的日式傳統定食 最後我們去了Queens Beach玩水 在玩水的過程中同行的朋友不小心弄傷 加上玩水後真的挺累的 所以我們就回到酒店休息了 然後一起等待吃晚飯的時間 Hello 現在已經去到吃晚飯的時間 吃完這個下午餐之後 超好吃的那間傳統式的日本食物 賺不住口 真的推介大家去吃 雖然設定菜是比較貴價的 但我覺得真的很值得去吃 之後我們就去了海灘附近的海灘 海灘玩的就是在餐廳正對面 玩了一會 現在我們就來到吃晚餐的時間 但是這間是超出名的 去吃湖山 去吃煲 開門店我們已經預早了時間 要走過來 因為知道會大排場 誰知道來到的時候已經有很多人叫了 我們不是排了很久的 但是知道真的超級多人吃這一間 還有它有一個sashimi platter 好美啊 好期待啊 我們現在就是等他拿 拿完就走去沙灘吃晚餐 我們現在到了海灘了 好美 Yay 我明明不太止是這兩位 看看沛這個景 一流 原來是日落 在那裡 在那裡 在那裡拍到我 哇 超美的 好 吃飲料了 快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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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哇 好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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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奇但我吃的是筋 所以不可以用 我覺得很好吃 龍蝦 龍蝦 這是很好吃 龍蝦 龍蝦 現在是大概6點9度 我們走出去 酒店附近 最近可以去到沙灘的那條路 嘗試追趕7點的日出 不知道 可以看到嗎 Hello 最後發現 其實在這個位置 是沒有辦法很清楚地看到日出 加上那天多雲 就什麼都遮住了 不過還有很多人 早就在這邊等來看看 聽聽海浪聲 先來開始新的一天 也不錯 之後我們就拍了很多照片 然後就出發去買咖啡了 去買咖啡之前 我們也要回來 Musubi Cafe 買回超多人推薦 介紹一定要吃的 鰻魚Musubi 真的很好吃 真的要買他的鰻魚去吃 然後就去了 今天去試的Cafe 叫做Din & Deluca 也是人氣咖啡店之一 店裡有很多特色的茶 調味料等等 可以給大家去買手信 而咖啡來說 對比Kona Kona略勝一籌 然後就去了一個黃色小貨車那裡 買Doughnut 他們一共有四款的Doughnut 所以我們就買了一盒的Tasting Box 去試一下 他們的Doughnut 外脆來源 超好吃 最特別的是 有一個Passion Fruit的口味 然後我們就回到酒店吃早餐 這間的酒店 真的非常推薦大家下次來 第二天的早餐和第一天 是有點不一樣的 吃飽飽之後 我們就乘巴士 前往Ana Moana出發 順帶一提 這裡的巴士和Vancouver 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Hello 今天已經來到Day3了 我們今天一早上出了去看人出 然後我們現在來到Ana Moana Center 我還想坐巴士 巴士很方便 3元一程 有一點貴的 但是非常方便 從酒店過來大概十幾分鐘的時間 試一下當地乘巴士 又是一個什麼感受 現在我們來到Ana Moana Center 我們來到這個Tea Shop 這個Tea Shop 超棒的 我覺得如果大家喜歡茶的朋友 可以來這裡 而且如果你要買手信 不想買Hawaii Cookie 其實有這個Tea Shop的選擇 這裡也有很多是專門在Hawaii特色的茶 我剛才自己買了一個Tea Shop 就是打算給同事分 然後買了手信給奶奶 買給爸爸媽媽 所以其實這裡也挺好的 我自己本身喜歡喝茶 所以我就覺得 這裡真的很棒 很香 很多Hawaii的茶 還有日式茶 這裡也有 同行的朋友們都買了Hawaii茶 媽茶 所以是不再選擇 最主要是煎茶 玄米茶 全部都有 好棒 一辣的裝修 全部上面 都是一罐罐的茶 而且它的茶盒 都是很漂亮 很有特色 所以是買手信的地方 我們現在買完茶之後 就去第二個Shopping的地方 所以我們今天主要是Shopping Shopping 我們預留一些時間 是下午回到海灘 因為昨天在海灘上面 我們去了另一邊的海灘 但是那裡的海灘比較多石 也有朋友在玩的時候 醒了一隻腳 所以我們昨天可能 大概一個多小時就回到酒店 但是今天可能預留多一點時間 可以去沙灘 去另一邊的沙灘 看看又是怎樣養 怎樣的狀況 我昨天也衝動消費了 我有點後悔 我買了一件比堅尼 我買完之後有一點 好像我只是來這裡 會穿 但是回到Vancouver 一定真的會穿比堅尼 唉 算了 來玩 所以待會穿那套比堅尼 要拍多一點照 好啦 那我們現在就出發去第二道 剛剛下午的時候呢 我們走完那個T-Shot之後呢 我們就去了第二個地區 那個第二個地區呢 比較少遊客一點的 民區一點的地方 有一點像在Vancouver Granville Island那裡 那個地方 但是 沒有什麼特別多地方 但是如果 那裡有小朋友的話 那裡是小朋友的天地 超多東西玩 然後家長放了小朋友在那裡 之後呢 他們裡面做按摩椅 提供可以在那裡按摩 然後小朋友玩 可以在那裡放鬆一下 那如果來到夏威夷想試一下 我也可以去那裡啦 之後呢 我們就去了一間的餐廳 叫做Yoga Story 就是這個Pancake 你看這個Pancake 他跟我看我的影片是一個人的 他跟我看我的影片是一個人的 紙 紙的 對 很適合我們 很適合我們 適合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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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多點醬 你說是什麼味道 烤餅 烤餅 這個Pancake 是 人家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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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人家喜歡的 它很滑 但是他一個人吃會太溜 太溜 太溜 四個人吃都太溜 很特別 兩個人吃 好像中間有點像摩扎 因為我覺得有點黏 對 嚥人 其實它是 我想它可能是 粉也是 Sweet Potato 的Pancake 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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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餅 這個 是 這個我覺得 是 一般正常 這個 我覺得正常 對 但它也算是軟 軟面 對 好像有點甜 它是 它是 地區 很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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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肉 但又不是牛肉 我覺得它要配上Cream 才好吃 如果就這樣吃 就一半了 沒說很特別 不是 很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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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這個三個鮮 不適合 蛋飯和汁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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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吃 它的肉質很好汁 它的Pancake 很好吃 很好吃 它醃汁很好吃 但是肉不夠味 很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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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吃它的醬汁拌飯 很好吃 真的 很鹹 很鹹 很多都是 就去那裡吃地道的食物 就是 一個叫 Loco Loco 還有 我們點了一個UberPancake 是好吃的 這個Pancake 我覺得也是值得試的 應該要來這裡試一試地道的美食 好吃 之後我們就 坐Uber返回酒店附近 我們就去了88T 那裡 因為之前就有看Terence House 而在節目裡面的其中一個女生 她就是88T的老闆女 所以也是因為這樣 就來看看這裡的衣服 這裡真的超多衣服 她可以由大中細碼分 也有很多聯名的款式 而88T也是很多藝人來到夏威夷 都會去的地方 所以在店裡樓梯的位置 都看到有很多明星和老闆的合照和簽名等等 現在來到Yiki Miss HELLO 我們現在來到Wakiki Beach 比起我們昨天去的沙灘 其實就靜一點 但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今天天氣的問題 但今天的浪是沒有那麼大 昨天的浪是真的融的 然後衝過來 而且這邊感覺上沒有那麼多人 沒有那麼低 最重要的是 Jodan和Jo姐這邊是便宜一點 比昨天那裡 所以如果大家要去比較價錢的話 其實這裡是會便宜一點 而且這裡有很多食物 例如Steak Shack 也在這裡附近 然後又有Acai煲 所以就算在這裡玩久了 其實可以直接在這裡買東西吃 然後來沙灘這裡吃 是不錯的 現在和朋友在這裡曬多一陣太陽 看一看 好漂亮啊 然後後面有很多樹 不過有一點要提醒大家 就是如果你要來這個beach玩的話 記得要小心 朋友都有人被人搭訕 然後就很奇怪 他就問可不可以幫朋友拍照 然後他就問可不可以和他拍照 真的超級奇怪 他問完之後說我們不行就算 然後他最後是在後面一路看著我們 所以很緊張 而且他不只一個人和朋友 有很多人在一起 所以就令我們有點緊張 但現在不要試了 看到他已經走了 好了 我們再玩一陣子 再玩一陣子 我們就去吃晚飯了 好漂亮啊 這裡 神經病 好 嘩 風景 嘩 神經病 哦 有人在婚禮 哦 到了晚上的時候 我們就去了一間 局景超美的餐廳 剛剛好當時 就有人舉行婚禮 加上這個日落 我想這個婚禮一定非常圓滿 最後一天 我們早就到了另一間咖啡店 這個樓梯又是很漂亮啊 有窩蠔的 超推薦大家來 这里的Acai煲很好吃 另外这里还有很多不同口味的咖啡 可惜不能一一都试 不过这间咖啡店下次来夏威尼我一定会再去 之后我们也是在酒店附近逛逛 而另外要提的是 在ABC Store买满100元是可以换小礼物的 所以我们就一起搭单 然后换了两份礼物 所以大家如果在ABC Store买东西 记得要去换礼物之后才走 今天来到行程的最后一天 我现在已经在机场了 今天早上我们都很放鬆地去街道走 然后找了一间新的咖啡去吃 那里也很好吃 而且它们的鲨鱼煲 比起我们在海滩吃的好吃很多 所以都推荐大家去那间 现在我们已经去到机场了 我们提早了三个小时到 因为我们在网站上有些问题 所以就要来到这里 就想着多一点时间给自己 那我们现在就在等待飞机 在Airport那里 就想着看什么吃 吃东西 我们其实今次都没有去到 Starbucks Reserve 但是 现在在这里 在机场的Starbucks 好像没什么特别 我想如果是很喜欢坐Starbucks 这种每一个地方的杯 可能大家会想来这里 买杯 那现在就是休息完之后 等到我上飞机了 希望大家喜欢今次的Vlog 其实我今次都不是真的有好Vlog 但我都尽量在每一个地方 都拍了很多的影片 希望可以介绍给大家 今次是Hawaii行程的Planning 我都觉得有很多餐厅 吃完之后都觉得很开心 而且很值得来试 那希望大家下一次来Hawaii玩的时候 都可以多一点的资讯 好了我们下次再见 Bye